我先講一下,這邊我同事Josie,她會跟我一起講 她會先開始 大家好,我叫Josie,我來自香港 請問大家,這裡有沒有誰能聽說廣東話? 沒有 沒有,我繼續講廣東話 其實我們這次來,我是代表金翔這個團隊來跟他們講這句話的 在介紹什麼是金翔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一些想法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會不會知道每天有多少個idea在你的腦袋裡面 幾千啦,那麼多 有100個以上的局局手看一下,好嗎 50個的 都沒有20個idea有沒有 都沒有20個idea有沒有 20個以下,有的 就1個以上的 1 那 嗯 那當然他們的腦袋還是在運作 對 其實我們是覺得,其實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會有1秒鐘或者半秒鐘的一個idea在大家的腦袋中 就是像那個閃光一樣 然後它都很美麗 但是它就是 可能閃了一下 然後就沒了 它開起來很美麗,但是 可能它會很細一點,但是你走去碰它的時候 可能你會受傷 然後你會被燒傷 這樣子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說的一個事情就是 你能遇見這個火花可以到多遠 可以走到多遠嗎 因為我其實昨天跟一個台大的一班學生去吃飯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那個1秒鐘的火花這件事 然後那個男生就突然間覺得說 哦,其實我每天都好多這個半秒鐘 因為其實大家都好像都 就把這樣這些點子就這樣流走 就忘掉 就留下來的可能就已經忘掉 有一些很好的點子 可能就這樣在空氣中飄走了 其實我們覺得 這個世界上很偉大的事情 像科技啊 藝術啊 感情感啊 我們的全摘啊 可能大家用的很好的手機啊 電腦啊 這些東西 其實他的開始都是一個 一半秒鐘的一個小點子 就是像 德拉秀宇的 這些偉人 他們都是因為 心中有一個很簡單的信念 我們可能都有跟他相像的信念 但是我們有沒有像他一樣 這樣子非常堅持的去追隨呢 他也是一樣 他說在你踏出第一步之前 夢想總是看上去遙不可及 所以現在我就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想像過如果有一個點子 可以如何去改變生命 有沒有想像過可能說你的一個半秒鐘的想法 有可能是如果你是追隨他 你是相信他的話 他有可能是變出一個很偉大的事情呢 好我現在要講兩個小故事 這個是一個美國的弟子 他叫迪倫 然後他有一個點子 他要寫一本書 叫做巧克力棒 他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呢 因為他有一個朋友 他得到一個很重的病 他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孩子 然後他就覺得 他跟他這個好朋友的關係很sweet 就像巧克力棒這樣 然後最後變成 他這個點子變成什麼呢 他意外出版了這本書 然後籌集了60萬的醫藥費 去幫助他的好朋友去接受治療 還有去找一些科技的研究去幫他 然後有很多新聞有報導過 然後我覺得他能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是因為他自己有一個很單純的心 想要幫他最好的朋友 然後他就可以排除萬難的去追隨他 他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然後就不會有 當然說你這個不行 你這個不應該做 他就去做 然後最後他真的是創造了一個奇蹟 第二個故事就是 這一個在美國的女生 她叫西娜 然後她決定一年365天要穿同一條小黑裙 她為了一個是什麼呢 她有這個點子 她希望這樣子做 可以為她想要幫個印度的小孩子 去籌集他們的學費 最後呢 她籌集的超過10萬塊 將287個印度平民軍的小孩送回了學校 她其實每天都拍一張自拍照 然後她會戴不同的配色啊 戴帽子啊 然後最後還上了很多Fashion Magazine 去報導她的故事 所以我就想刺激大家說 今天來到這裡聽到這樣的一個故事 會不會讓你會有一個idea 可以幫到可能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 可能你有一些長處你想要去發揮 然後利用這些東西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其實經証就是一個醫療的平台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你利用一個 有金錢的人可以在我們這邊卸一個基金 去幫助有需要的 有需要醫療費用的人 我剛剛想說的點子也是一個可以幫助病人的東西 例如說你喜歡跳舞 你可能可以去用跳舞來教職你身邊的朋友 去幫助你想要幫的病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idea fundraising的一個企劃 是abernment well 精想中間其中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 那我們這個是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平台是想要幫助一些 他可能沒有錢去治病的病人 重複他需要的醫療費 那我們第一個想的就是 那如果有錢的話就可以捐錢啊 但是後來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沒有錢但是他很想要幫忙 那他可以怎麼做呢 所以他就用他的才能 他跳舞來為這些生命的小孩子募工 那其實這位朋友他是來自台灣的 那他現在在香港念書是我學弟 那他就決定說他要找100個人跳舞 他111片 然後最後還要來一個快產的街舞 然後就是用這樣的一個行動 來鼓勵大家去關心那些沒有錢治病的病頭 然後他後來還找到他一個在台灣的好朋友 跟他一起做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就變成台灣跟香港battle 所以如果你們要支持台灣這邊的話 他就一定要上去他的網 他網民看一下 那現在他的成績怎麼樣呢 在一個月以內他們已經有500多 好像已經600個讚了 然後他們已經募到超過37000台幣的善款 那這個就是他的Facebook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想說的是 我們每個人可能每天有24小時 8個小時睡覺 8個小時上班 那剩下這麼多時間你們用來幹嘛 就其實你們有想過 用5%這麼短的時間來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那就可以為一些病人帶來希望 那比如說你一天5%就是一個小時多 那一個小時多其實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剛剛他們做跳舞那個project 其實他需要的根本就不到5%的時間 但是他等到一個月就可以募到這麼多錢 而且這個project不是說 只有在某一個地方才可以做 他本來在香港開始 然後他跟台灣的朋友合作 其實這個project 他是可以在全球都可以一起做的 那我們現在目前就跟大家講一下而已 但是我們有一個音樂人project 可能會在台灣開始 然後會跟全世界各地的音樂人合作 然後就請大家期待 那這邊是可以聯繫我們的方式 那這個是我們的Facebook E-mail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Facebook Page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待會可以來聊一下 好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lifting 謝謝幾分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